旧版,就是说这个版本是2007,不过2007跟2012差异性大不大,其实非常的大 但是我刚刚讲过说,我会希望我 无论你是用新版或用旧版,其实 都可以调整一样的界面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想请各位 先开启我们的CAD CAD我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要必须在 我们的C跌底下,D跌底下 找到这个CAD 我们的这个,然后把它执行起来 那开机之后,它等于是重新开机 开机之后呢,在我们的桌面上面 就会有一个OHOCAD的软体 那把它执行开来 那执行开来之后,当然你在 新版跟旧版 会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用2012的话 你可以把它调整 这边有个叫什么 AUTOCAD典型 因为每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一个 配置的方式 就叫做AUTOCAD典型 那这个配置的方式 每,无论哪个版本都有 而且呢你 调整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 会发现它的位置都会放 一样的位置 那我们怎么去做调整 哪些需要做一些的调整 可以让我们好工作 首先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把这个环境先 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呢 原则上有可能 你们刚刚会遇到一个问题 可能会是全萤幕的 全萤幕有没有 ALT加Enter 太大了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太大了 那你要怎么把它调小 其实很简单 这边把它稍微 稍微把它拉 拉一下 它这边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视窗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往这边缩 你会发现 它会 让我们把这个视窗 稍微缩一下 它可能还没完全开 再开启 Videom Tumadage 把它先 可能它还没有完全开起来 有时候会没有办法 一下子可以调整 OK那 这里的话有一个CAD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 等一下我再来讲一下 这个环境开起来之后要怎么样调整成 传统的那个AutoCAD典型的配置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现在就知道 就是按哪个 试用 现在在关闭它就是会 再试用还是30天 下礼拜还是 那这边可以把它关闭 把它关闭 然后 问你要不要 不用了 谢谢 进来之后 CAD就看 到了看到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上面的面板 还有分什么常用 插入 注解 什么 参数式 检视管理 一堆的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Office 那个什么Office 2007以后的版本不是也是面板 那很多人呢 本来习惯用2003就 突然跳到2007就不习惯 所以如果说你要相容于前几个版本的话 特别注意呢 我们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 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传统的 界面 那传统的界面该怎么放 请各位看一下 在你们的那个 画面下方 会有个叫工作区的切换 有点像齿轮有没有 齿轮的地方 讲这个之前 顺便讲一下 我刚刚 你刚开机的时候 你这样 这样拖拉 它会 没办法调整 你要等到它开起来 大概等个 一两分钟吧 你不能马上调整 我刚一马上调整 没办法调 可是你当它全部开机之后 你这样调 我习惯大概调 调这样的 你可以大概调 比画面稍微再 小一点点 就是大概放这样子 然后来做图 其实我觉得也还OK 好 这边刚刚说明 那我要怎么样调成跟 传统的界面 类似 你可以找到齿轮 工作区切换 在右下角这里 你会看到有一个 它预设是这个字图与注解 对不对 还有3D的 如果你要画3D图 就把它切到3D的 那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OK AutoCade典型 AutoCade典型 请各位 调整到这个AutoCade典型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AutoCade的环境 就会 就会重新怎么样 重新跑过 那跑完之后你可以发现 它这边会浮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是一个工具列 那这个工具列目前用不到 所以怎么样 把它叉叉 那这个面板目前用不到 所以请你也把它叉叉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 这个边有一个工具列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 请你把 右边的这个叫绘土工具 有的习惯这样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搬过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放开 就放一起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 标准的 2D做图环境 以后反正你一来 开起来 就切到AutoCade典型 然后呢 把两个关掉之后 把这个拖拉过来 这样就标准 以后就这样就好了 了解意思吗 反正你就 一开机就是这样 这是2D的标准环境 我的标准环境就是这样子 那将来如果你要画3D 还有3D的标准环境的 这个画法 这样子你无论 你在哪一个版本 都一定会有AutoCade典型 如果说你不小心呢 比如说你环境 乱掉了 假设你不小心把这个 这应该是 工具列名称 这应该叫修改工具列 不小心关闭了 这个也不小心关闭了 那你要还原怎么还原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这样 再点一下 点一下 AutoCade典型 这边也可以 或者在 下方 下方有个齿轮 也可以 你会发现呢 再重新点一下 它又恢复 在这边也可以 这边 跟 这个 右下角 这一个 跟这一个其实是一样的 AutoCade典型 那你就记得 就是点完之后 把这个 拉过来 放开 这样把它关闭 关闭 叉叉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干净的环境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画图了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我们的环境调整成 AutoCade典型的这个工作环境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